宜兰的绿色博览会三月底即将登场 为了宣传这回县长林聪贤还现场博比胖 还要把宜兰的健康有机生活概念介绍给大家 不用伴奏利用回收的锅碗瓢盆 也能够敲响今年宜兰绿色博览会的名号 今年的主轴是以有机生活 当然是森林的森 这个不只是提到农业生产 我们是强调食育住行娱乐跟所有的层面 都能够走向自然风 来自宜兰的有机葱米 爆起来的香味真的很不一样 今年的绿色博览会就要带着大家 瞧瞧古早味的农村生活 肉茶炒茶还有最著名的三星葱 从食物开始早会自然 认购的人每年都有20公斤的有机米 同时你也可以随时到农户生产的地方去体验参与 同时有这张卡进到我们绿博的园区是完全免费 日洋有机农田让绿博一年吸引40万人吃的动力 可以延续下去 让有机生活不只是旅游玩乐 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总体新闻和顺便陈俊杰还报道